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听众基于你不厌其烦的问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复你一下 不过其实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我在去年应该回复过你了 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的留言看不到 他说我背后控制我的力量 明目张胆的在践踏言论自由 我对这个背后的黑手是唯命是从 说我的言论不是公正客观 而是我被极左派所操控了 我实在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出来 我被极左派被操控了 他说难怪我的节目流量在上升 可惜没有以前的胆识 节目也流熟了 也没有可听之处了 后面还有位叫六的听众朋友 还留言说有同感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 我从来不会删大家的留言 除了我刚刚说的 如果发布假新闻的话 我们不但删 还把这个账户给封锁了 你的这个留言账户 我肯定没封锁 至于你的留言 为什么在留言板上没有显示出来呢 我想你自己要检讨一下 你自己留言的内容 因为YouTube对所有的内容 包括留言 它是有人工智能的审核的 大家如果注意一下 看到我的节目当中 有一些特殊的听众 用多下流的语言来留言 我都没有搭理他 我也没有删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下流的语言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我也知道这些是什么人 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这些留言 第一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第二我也不会删 那你就要检讨一下 你的留言 为什么没有在留言板上出现呢 那些下流的语言都能够出现 而你的留言不能出现的话 我想你应该看看问题 是不是在你身上 那么再有呢 你说有背后的黑手 背后的力量在操纵我 你这个观点已经不止一次的发表了 那我希望你在留言当中呢 能够讲出一些证据 有什么人在操纵我 我也不妨告诉你 其实如果是有人想收买这个节目的话呢 我是有价钱的 我并不说我一定不被收买 如果你背后有什么黑暗势力 有钱来操纵我的话 你也可以做个中介 不妨介绍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成交 看看你能不能收买到我 你不妨试一下 所以呢 以后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不会再回复你了 因为我也不想浪费各位听众朋友的时间 但是我只是强调一句 如果你的留言不能显示的话 你检讨一下你自己 本节目的原则是 不删任何听众朋友的留言 不管你发表什么意见 除非你发布假新闻 那么我们就会对你的账户进行处理 好了 聊完听众的留言呢 有一个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虽然这个新闻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过呢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现在有一种技术 我叫深伪技术 就是深度的伪装技术 深度的伪装技术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运用AI 不但是编造假新闻 甚至编造假媒体 更加严重的是 它可以设置一个假的这个新闻主播 根据美国的一个媒体调查机构 他说 他说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媒体 叫Wolf News 这个Wolf News 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 好像叫狼媒体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我们把它翻译成为战狼媒体 这个新闻调查机构 说发现这个中国的Wolf News 这个媒体呢 发布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两个主播 一男一女 这两个主播呢 是用人工智慧的软体来合成的 就是查无此人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假的主播呢 其实他是因应了假的媒体 这个被举例的这个Wolf News当中啊 他播这个新闻 一男一女 他两条新闻的内容 男主播呢 在批评美国对国内的枪支暴力 泛滥无所作为 而女主播呢 讲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 什么叫身为技术 我们不了解什么叫人工智慧合成产物的话 你看到有这样一个媒体 媒体嘛 当然他有他一定的可信度 那么在我呢 这个媒体所播放的一些内容呢 当然也是代表这个媒体收集的信息 以及这个主播的立场 所以这样的媒体呢 更加能够影响到他受众 这跟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某一些媒体 比如说全美国最大的中文媒体 全北美最大的中文媒体 全北美影响最大的中文媒体 等等有这样名堂的媒体 所发布的假新闻呢 更加有影响力 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 全北美影响力最大的中文媒体 全北美最伟大的媒体 你毕竟要花费一些成本 一些资源 现在呢 如果要做这种假新闻就很简单了 既不用有一个真实的媒体 也不用聘请主播来耗费你的这个成本 就靠一个AI的合成 就可以让很多受众 接触到这样一个媒体 接触到这样的新闻主播 还接触到这样的信息 所以这个深维技术啊 现在已经渗透到媒体了 那么未来用更高的人工智能技术 所编造的假新闻呢 恐怕就是困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所以希望跟大家一起在讨论新闻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进一步分辨哪些是真新闻 哪些是假新闻 好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还是跟大家聊一个日常 我们最有争议性的话题 就是中美会不会脱钩 而中国跟俄国呢 会不会军事结盟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中国会不会上俄罗斯的战策 这个话题啊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般是最有这个争论的 如何来探讨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一些数字来探讨 比如说美国商务部 在礼拜二就七号 公布了美国的贸易数据 这个贸易数据啊 有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再也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了 我们知道美中关系 源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 美国跟中国在经贸方面 越来越紧密的结合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 那么过去形容美中关系呢 第一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的关系 第二呢 美中关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美中之间 谁也离不开谁 这是基于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工厂 而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呢 享受了这个世界工厂所生产的廉价的物品 让美国人的生活品质有了实质的提高 当美中出现对抗之后 美中如何处理这个对抗呢 过去美中不是没有矛盾 但是很多矛盾呢都被这个经济合作给掩盖了 似乎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自从川普政府开始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了改变 拜登上台之后呢 对中国的政策更加强硬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啊 大家都要讨论一个问题 美国真是可以离得开中国吗 或者说中国真是可以离得开美国吗 那么现在美国商务部所公布这个数据 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震惊度和影响力 就是过去中国一直引以为自豪的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国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主国 所以基于这些因素 很多人认为美国离不开中国 但是这个数字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 首先中国现在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大债主国了 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 再加上美中关系 中国已经抛售了很多美国国债 而现在中国又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国这个地位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美中两国开始脱钩呢 首先我们说 中国再也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国 这个定论呢下得有点早 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这个标题 我觉得是有点不严谨 你只能说在2022年 中国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国 2023年呢 2024年呢 2050年呢 中国有没有可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呢 所以用再也不是 首先我觉得这个用词不太恰当 那么中国以后会不会再变成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美中关系 还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现在中国不再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国的原因是什么 根据一些财经专家的分析啊 说这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是因为中国清零政策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分原因 但是不是全部原因 这里边还跟美中的经贸关系 跟美中的外交关系 是紧密相连的 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的疫情严重 当然是美中之间贸易量下降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想更主要的原因呢 是美国在进口工业产品的时候 现在美国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依赖中国了 那么现在中国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国 谁是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呢 它不是一个国 它是一个多边组织 就是欧盟 欧盟现在变成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你不能认为欧盟是个国家 但是你也不能认为欧盟是一个松散的机构 因为从经济上来说 欧盟的内部的结构是很严谨的 所以现在欧盟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国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以后 在进口工业产品的时候 是不是从此或者在美中关系 没有改变之前 美国再也不会把中国进口工业产品 作为首选呢 这里边就讲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的生产供应链转移 到底还会不会进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节目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中国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 之前中国也失去了美国第一大再祖国的地位 那么中国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地位 这是一个永久的现象 还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中国会不会改变这种局面 那这就要看美国对中国生产供应链转移的计划 进行了如何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方面 工作在不断的推进 更多的美资 更多的美国企业离开了中国 那么中国要想改变这种趋势的话 恐怕不容易 因为美中之间的对抗 一定会令到生产供应链转移 在不断的发生 这种生产供应链转移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到了最坏的地步 如果到了最坏的地步 这对中国的经济恐怕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那么比如说中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 接下来有一件东西一定会受到重大影响 这个就是晶片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所使用的晶片 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但是现在美国决心在晶片行业封锁中国 那么这个封锁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令到中国没有办法生产高科技晶片 甚至美国的目标是令到中国没有办法生产40奈米以下的晶片 40奈米以下晶片 其实很多是在这个民生的工业产品上使用的 如果中国连这个40奈米的晶片都不能生产的话 那么最起码美中贸易当中的一项 就是美国过去从中国进口大量晶片 这部分贸易额将会在美中贸易当中消失 美国如果不从中国进口 美国现在可以选择从哪里进口呢 很明显美国现在正在重组一个晶片的生产供应链 如果更多的这种产品的生产供应链被美国重组成功的话 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量肯定还会下降 我们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在大家看这些数字的时候 大家会产生一些疑惑 就是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说 2022年美中之间的贸易额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贸易额比2019年有所增长 所以很多人觉得不是美中贸易增长了吗 为什么中国失去了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呢 其实这说明了美国的进口量在增长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下降 所以以后如果生产供应链的转移 这个计划不断推进的话 越来越多的产品美国将不会从中国采购 那么美中之间就不是说第一大贸易国 还是第二大贸易国的问题 而是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将会大量下降 影响美中贸易的除了生产供应链转移之外 除了某一些产品之外 那么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加工企业还能不能活下去 我们知道以中国今天的经济环境 再加上美国的订单不再流向中国 中国的很多加工厂将会活不下去 这个活不下去除了没有订单之外 资金链的断裂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因素 那么如果中国大量的加工企业面临倒闭的话 那么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不但对美国的出口会减少 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如果美国转移生产供应链这个计划在不断推进的话 那么美国跟中国的经济会脱钩吗 我觉得经济脱钩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从此再没有任何贸易往来 而是说美中在很长一个时期再也不会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了 我认为这就是美中经济的脱钩 那么另外一组数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在美中的贸易下降的同时 中俄的贸易额却在上升 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中国向俄罗斯的出口货品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虽然说中国海关有公布说中俄的贸易额有所上升 但是我们知道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上升 这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事情 只不过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货品当中 哪些是用于民生经济的 没有违反这个国际制裁的 哪些是违反国际制裁 甚至是一些军用的产品 这才是一个最敏感的 因为这涉及到国际社会会不会像制裁俄罗斯一样制裁中国 所以中国海关有公布 中俄的贸易额有所上升 那么这只是说明双方的这个经贸来往越来越密切了 但是最近俄罗斯一家媒体啊 直接告诉全世界 中俄之间的军事产品的这个贸易额也有所上升 虽然说这篇报道是由华尔街日报所发出来的 但是华尔街日报引用的是哪个媒体呢 有一家叫莫斯科时报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发布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当中所引用的数据 恰恰是俄罗斯海关总局的数据 那么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个莫斯科时报报道说 他说自从2022年的8月13号 中国对俄罗斯国防企业出口了米17直升飞机的导航设备 2022年的8月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中国还是对俄罗斯出口了一些军事设备 那么另外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说 福建有一家叫宝峰电子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呢 向俄罗斯出口了军民两用的对讲机和用于无线电电子干扰系统的伸缩天线 10月24号呢 中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120万美元的价格对俄罗斯出口了苏35战斗机的零部件 还有中国泰利航空技术集团向俄罗斯出口了96L61的雷达零件 而这个零件呢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用在S300和S400的防空导弹系统当中 我们知道这两个防空导弹系统啊 现在正在俄乌战场上大显神通 那么另外中国还有家公司叫信诺电子 它先后向俄罗斯进行了1300多次的交易 而交易总额呢超过了200万美元 这个信诺电子啊 现在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这个黑名单 除此之外呢 大江无人机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无人机产品当中最响亮的一个 大江无人机被中国的零售商直接出口给俄罗斯 俄罗斯除了从中国的零售商买到这个大江无人机之外 他还从阿联酋的一些公司买到了这个大江无人机 换句话来说 中国的大江无人机不但直接出口给俄罗斯 还会通过转口贸易出口给俄罗斯 而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个芯片采购呢十分庞大 我们知道芯片是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产品 现在俄罗斯采购的芯片呢70%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俄罗斯的一个媒体向全世界列举了中俄贸易当中的一些数字 并且把当中的一些跟军事有关的产品的名录也列了下来 俄罗斯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其实俄罗斯人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逼迫中国要上他的战策 之前我们讲过了2月20号传说中国的外事办主任王毅要准备访问莫斯科 如果王毅访问莫斯科的话 一定就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做一个打前站 做一个铺路 俄罗斯现在期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 可以说是意欲言表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组数据 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到底有没有出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 西方国家认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的经济一定会出问题 但是俄罗斯告诉西方国家我们过得很好 俄罗斯真是过得很好吗 我们看最近俄罗斯的财政部发表了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是什么呢 俄罗斯从国家黄金储备当中销售了3.6吨黄金 价值大约是2亿欧元 那么除此之外呢 俄罗斯还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抛售了22.7亿人民币 俄罗斯财政部的相关声明说 由此获得的资金将会被列入预算账户以填补赤字 为什么要填补赤字呢 因为俄罗斯现在的赤字十分的惊人 俄罗斯今年1月所公布的数字呢 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1.76万亿卢布 那么这跟俄罗斯过去的财政支出相比啊 增加了59% 俄罗斯的联邦为什么增加了这么多支出呢 很简单 因为打仗啊 因为俄乌战争需要钱啊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的数字呢 俄罗斯在去年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这个收入啊 几乎减少了一半 降幅为46% 我们知道传统能源是俄罗斯经济当中一个最大的支出 过去俄罗斯就靠出口传统能源来支撑自己的国民经济 如果国际油价高涨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经济就会繁荣一点 但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传统能源收入呢 下降了46% 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收入资助下降了46% 另外一方面呢 联邦的支出又增加了59% 所以可见俄罗斯的经济到底在西方的制裁之下是无感呢 还是深有痛感呢 我想看到这个数字 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在这个结论之下 俄罗斯当然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上俄罗斯的战车 为了让中国能够更快的上俄罗斯的战车 俄罗斯向中国释放了很多很多的好处 之前我们讲过了 包括在这个军工科技上跟中国合作 因为中国的军工科技或者民用科技当中 有一个最痛的短板 就是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啊 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世界水平 令到中国无论是军机生产 还是民用飞机的生产呢 都出现了瓶颈 俄罗斯在这方面如果帮助中国的话呢 应该说对中国有十分大的吸引力 所以俄罗斯一方面向中国释放了很多好处 另外一方面刻意的告诉西方国家 其实中国一直有对俄罗斯在输出军工产品 这就等于逼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 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的话 那么中国一定会更快的走上俄罗斯的战车 最近发生的气球事件 美中关系只会越来越对立 而这个对立呢 当然也是推动中国上俄罗斯战车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看这些数字 我们对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脱钩 对中国上俄罗斯的战车 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呢 我个人认为美中之间经济脱钩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脱钩脱到什么程度 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这个脱钩的这个进程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事情 而中国上俄罗斯的战车呢 也是一个可能性越来越大的事情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一旦成型的话 那么中国被绑上俄罗斯的战车 这恐怕就是一个必然所发生的事情了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